晚上要睡觉的时候,林默又开始不安分了,她突然想爬到屋顶上去看月亮。 你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? 什么叫我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? 我一直都是一个文艺少女好不好? 文艺少女这个词跟您搭边吗? 林七从书房一出来,就看到屋顶上某个家伙跟猴子似的在上面乱窜,不用想就知道那家伙是谁。 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猴子了?那屋顶上面怎么有一个猴子在跳舞? 那不是猴子,那是你女儿。 然儿,她这是在屋顶赏月做事吗? 您看一下那个动作和姿势,您觉得然儿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姿势吗? 那是莫儿,她爬到屋顶上面撒欢去了。 她又要搞什么事情? 也不怪林尚书会有这样的反应, 主要是林沫是真的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正常事。 不行了,我得去看一看。 这丫头大半夜不睡觉爬到屋顶上面干嘛? 要是摔下来了怎么办? 啊,月亮,你真美啊。 你美的就像是一个大饼,看起来就好吃。 系统和底下的人都无语了。 林沫甚至还开心地问系统。 怎么样?我这个诗做得不错吧? 我这是体验派生活派诗人。 嗯,你开心就好。 林尚书和林七一过来,就听到了他做的诗。 林尚书满脸愁容地挨压了一句。 你说你没有文采就不要秀了好不好? 林大哥和你爹来了,咱得从上面下来吧。 我不,我得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文采。 反正明天我不用上朝,休息三天呢。 姐minister好吧。 谢谢大家